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 就是这个IW3 那么它能够将任何2D图像或者是视频 把它转换成3D的图像和视频 那么看完这句话呢,我想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 它就是把我们正常的这种普通的图片 普通的视频把它转换成3D的图像和视频 那么转换之后呢,你可以用这种VR设备 然后去观看这个图像或者视频 或者说如果你会平行演这样一种东西 可以直接不带任何设备,直接就可以看到这个3D的效果 那么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裸眼3D 那么裸眼3D这个方法呢,我试了一下 还是可以掌握的,但是因为不太熟练啊 所以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试一下 还是比较好玩的 当然如果你有VR设备的话,你就不用费着劲了 直接看就行了 我们看一下项目啊 项目不大,2.88G 大家下载一下 然后呢,这边有个启动 稍等一下 这是它的使用界面 简单的做了一下看话 然后呢,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去使用 这个工具方法其实比较简单 看的选项很多 但其实绝大部分都默认就可以 不需要去调整 那么首先呢,输入,输出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 输入你的一张图片或者你的视频 那么输出呢,你选个文件夹 这个选一下就可以 然后这个下面是立体 这边呢,主要是调整这个立体的一个设置 这边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那么剩下这部分呢 其实就全部默认就可以 不需要去调整 所以我们重点看下这边 第一个选择是3D强度 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些选项 大家可以自己选 当然这个默认的这个2.0呢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值越小 那么就代表这个 它的立体效果越弱 这个大家可以怎么理解 后面的值越高 那么立体效果越强 当然它这个值越高的话 那么会导致这个边缘 发生模糊的这种情况 所以正常来说的话 就保持2.0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强度 下面这一项 下面这一项 它也是有一些选项 同样的这个0.5呢 是各方面来说吧 效果最好的一个 保持0.5就可以了 假如说你的屏幕是曲面屏 那么你可以选这个1 正常的屏幕来说 选0.5就行了 这个没有问题 下面这些的大部分选项 也是保持默认 那么需要大家可能会发生调整的 那么第一个是这个深度模型 这个深度模型呢 大部分来说默认就可以了 不用改 那么下面这些ANY开头的这些模型呢 据这个官方这边的说法呢 是它的这个深度处理都会比较精确 不过有个缺点呢 就是这些下面这些模型呢 它会造成这个围影 就是可能会在画面上呢 出现一些本来不该有的 那么现在有了 然后如果说你选用的是这些模型的话 那么这边你需要打开这个边缘修复 边缘修复这里面有一些纸啊 它会减轻这个背景的扭曲 大家看前景和背景边缘的扭曲 这个时候你需要打开这一项 当然我默认来说的话 不用改就行了 然后你也不需要去填这个值 前景缩放 那么这里面呢有这种正负 123 负1负2负3这些值 对吧 这个值呢越大 那么代表这个前景的深度呢 就越大 这个值越小呢 就代表这个前景的深度越小 同样的这个背景的深度呢 会变大 这边的话背景深度会缩小 它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关系 这个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实际的效果 其他这些的话保持默认啊 都不要改 这边需要你注意的就是这个深度 这玩意儿 其实我不说大家应该了解 工作线程稍微小点 如果你配置不好的话 还有这个低显存模式 如果你显存不太高的话 那么勾上 然后这个FP16 如果你是16系显卡 那么这一项呢也把它取消掉 因为16系显卡不支持这个FP16的模型 当然我这边支持 我都把它勾上了 这个呢会对显存占用会小一些 其他就没什么了啊 这个就直接运行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呢 选上图片 这个第一个是选图片 随便选一个就行了 就这个吧 然后呢这个点开始 那已经存在了 把它改写一下 这个稍等一下啊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跑完了啊 这边一个结束 对吧 然后呢直接点这个 你可以去文件夹里去找这个图片 然后也可以直接点这一项 它会直接把你这个生成的这个图片 视频直接给你播放出来 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处理之后的这个3D的效果 它现在已经变成3D的了啊 如果大家会这种平息这种技巧的话 那么你现在你就可以看了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看看它的3D效果 当然你要不会的话 呃你就拿VR设备啊 或者是别的东西去看那个3D效果 好我们再来找一个视频 视频 就用这个跳舞视频吧 然后同样的啊 这边就保持more就行了 不用改 然后直接点开始 呃需要一点点时间 当然也不是太长 这个我们稍等一下 这边跑完了 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也是点这个播放就可以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3D效果 我拿眼睛直接看了 就大家会平行眼的话 你可以直接看 没有的话去找VR设备 大家对这个VR感兴趣的话 或者是有其他想法的 那么你可以下载一下这个工具 效果还是不错的 大家拜拜